7.30年4月 vaccines 喂 我没下来 好 来过看澳门赛车的朋友 应该很清楚 从观众的角度怎么看澳门赛车 但是作为传媒的我们 又会遇到什么 去到什么地方 可能大家都未必清楚 這條影片就帶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們傳媒會去到什麼 去到什麼地方 一切就從這個傳媒領政中心開始 傳媒政我們就拿走了 現在我們就進去看看究竟有什麼環節 剛才從那裡乘進來 走幾步路就以為是PIT 所以其實賽車是非常接近的 PIT上面會有一層 給我們傳媒用的傳媒中心 裡面有什麼呢 現在進來看看 大會是很細心的 每一年都會為傳媒準備一些紀念品 看看今年有什麼紀念品 好了 比賽完之後 車收門通常都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大家都熟悉的鏡頭 他們都接受訪問 到底鏡頭背後是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看看 其實後面是一個傳媒中心 其實後面是一個傳媒中心 記者還很努力地寫字或者剪片 做傳媒當然要做事 在這裡做完事會肚子 那會肚子 那會去哪裡呢 就是留上吃東西 這裡就是傳媒中心 這裡就是傳媒休息室 裡面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今天看看有什麼好吃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食物都是一般 最好吃的就是外面的景點 澳門賽道全長6.2公里 你說走路去不同的地方 基本上就不可能 當然你可以去乘的士 但其實大會方面都安排了免費穿梭 巴士給傳媒 去不同的地方那裡 去拍一些landshop給大家看 澳門賽道這麼長 Shuttle Bus 都有很多個站 不過最出名一定是我身後這個 發減彎 經過兩天的採訪 我的電話告訴我 我就大概走了二十幾公里 所以呢 第66屆的澳門加南Page大載車 就已經報道完畢了 希望下一年第六日出界 都可以繼續報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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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